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腰椎的手法视频 这个手法非常好,它可以有效的去缓解腰部出现的寒凉、胃寒或者腰部的酸痛 感觉空荡荡的,腰部感觉空荡荡的这种重要的症状 那么这个手法其实是我做了这么长十一名系列以来为数不多的腰部的手法视频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做一做,自己在家做,完全都可以做起来 而且不费事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腰部的方法 首先咱们把衣服掀起来 然后从哪边呢?从我们摸屁股这边往上走 摸到一个骨头,对吧?我们从这儿做什么呢?捏挤 捏挤大家都知道 咱们把这个皮,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把这个皮拽起来 一定要把它拽起来 大家可以看,能看到吗?看到这个手把它拽起来 大家可以侧面看一下啊 我这个皮已经给我拽起来,看到没有? 把它拽起来以后啊 咱们把它保持住,两只手把它捏住 然后呢,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怎么做啊 手是一直捏着不松的,然后正面就是什么呢? 摇屁股,看,屁股摇,扭屁股 手是持续保持往后拽 但是呢,不动,不左右摇,我们屁股摇就可以了 就屁股摇,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大家看啊,我手是捏着的 然后呢,我屁股开始摇 你会发现那个皮啊,就在你手下左右晃,左右晃 这要做的目的啊,就是把你的这个肌肉啊,以及这个筋膜 还有一些末梢的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神经 包括小血管啊,给它通过这个摇法啊,给它给摇破啊 那么我们慢慢的从下开始往上走,往上赶 赶到这边,一样的啊,捏住以后 大家可以从后面看啊,看,开始摇屁股 左右摇,手是一直捏着的啊,手一直往上捏 大概摇个五到十下,或者十到十五下都可以 继续摇啊,摇一定要是不要轻微,不要轻微到摇啊 摇到极限,感觉这个皮已经牵住了 就可以了,就不,就就就那个,就到位了啊 我们继续往上走,继续摇 这个方法啊,其实对腰不好的人去做啊 非常,效果非常的好啊 咱们继续 大家看一下,我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下,看一下 好,再来这边看一下啊 好,那么这个方法啊,我就演示到这里 我就稍微演示一下啊,也是出了好多汗 那么,呃,因为我一个人拍摄呢,就是很多角度啊,可能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 但是我也尽可能呢,去给大家展现这个动作怎么做 其实这个动作就是很简单 只要捏住皮,从下 一点一点的啊,慢慢往上走 打个比方 这个小人,对吧 我一开始是在这做 然后呢,做完这边 捏完下面,最下面的皮以后啊 我就慢慢再往上一点点再去捏 捏完以后再摇,摇完以后呢 再往上捏一点捏 一直捏到哪儿,一直捏到你手 就是慢慢往上够,够不到的地方 就行了,我们从下不要管腰还是胸 我们就往上做,做到,比如说我做到这儿 如果我做到这儿,我就往上上不了了 我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方法啊,做完以后你会有什么感觉 首先第一个,腰会发热 那这种热是感觉非常舒服的热 第二个,腰做完以后,立马轻松 就是活动腰,你会发现立马就轻松了 第三个,它可以有效的去把气血往外引 做完以后可能它会像我一样出汗 所以这个方法呢,大家去做一做 对自己的腰部非常好 但是不要常做 我们建议的话是做一天,修一天 做一天,修一天 你可以从下到上做一遍 做完一遍,休息完再做一遍 都可以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希望视频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大家可以把视频转发出去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